大家好,要说我们中国五千年来最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一段历史呢,当属战国时期 那今天呢,娜娜就来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古村落 在这个村子里边呢,隐藏着一座两千年的扑朔迷离,机关重重的军事古堡 好,现在呢,就请随着娜娜的镜头呢,一起来探寻一下这座犹如迷宫一样的古城堡 大家好,这里是山西太原靖元区的电头古堡 走进这里呢,就恍如走进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我们先来看,这座用石头累起而成的摇洞呢,叫雀迪楼 从外表看呢,非常的普通 但是呢,它是古堡内最有特色的一处摇洞式建筑 它内部的结构呢,机关重重 首先来听字面意思,雀迪楼 就是让敌人退却的意思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部结构才可以轻松的击退敌军 我们来看,其实呢,这是两座摇洞 分为了一号院和二号院 现在呢,我们就从一号院进去看一下 走进来之后呢,你会发现 这里啊,和我们平时所去过的摇洞呢,截然不同 它是一个二进三层式的结构 看到这个门了吧 从这个门走进去以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更复杂的空间 进来以后呢,光线不是很好 但是呢,这里却是机关重重 从这儿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楼梯 从这个楼梯上去呢,就会到达第二层 那么,这个雀迪楼啊,在战国时期呢,是一个军事要塞 后来呢,到了隋唐时期呢,就成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屯兵之所 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能保存到现在呢,也是因为古人的智慧 这个雀迪楼最神秘的地方呢,就在于啊 它基本上不用走回头路 因为它都是互相相通着的 大家可以跟我的镜头来感受一下 我们刚才从那个台阶上来之后呢 就来到了第二层的平台 这就是第二层的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现在呢,我就从第二层平台啊 直接上第三层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通往第三层的台阶呢 是一个用石头凿出来的转角式的楼梯 是不是感觉2000年前就如此的先进啊 据专家说,现代楼房的鼻祖呢 就是在山西太原的垫头 好,再来回头看一下啊 我刚才呢,就是从那个地方转角爬上来的 可见古人呢,非常的有智慧 好,现在呢,就登上了雀迪楼一号院的最高层啊 第三层平台 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登高望远 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当年的这个雀迪楼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啊 一个非常棒的军事古堡 那么这个雀迪楼呢 最早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呢 士兵站在这里呢 就可以瞭望敌情 一目了然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说是 可进,可退,可守,可攻,可逃,可藏 那么在这个窑洞里边呢 也是有小小的瞭望口 可以瞭望不同方位的敌军 刚才娜娜也说过啊 这个雀迪楼呢 是几乎不用走回头路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从另一个楼梯下去 大家呢,跟着我来感受一下 这个楼梯呢,有必要来说一下 它是战国时期修建的 叫龙尾道 我们乍一看上去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呢,如果仔细来看啊 这个楼梯呢 彰显着古人的聪明和智慧 那么大家来看啊 在这个中间呢 是用来走人的 但是呢,在它两边啊 会有两个小渠 那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干什么的 对,这个呢 就是用来排水的 而且呢,这个楼梯啊 它是有弧度的 人走在上面呢 一点都不会觉得抖 好,看过了一号院呢 我们直接从旁边的通道呢 就可以通往二号院 不需要再出去再绕过去啊 这就是雀迪楼的神秘所在 这就走进了二号院 那么二号院的这个窑洞 和一号院的窑洞呢 有所不同 它是一个三进三层的结构 也就是说呢 比一号院的雀地楼呢 采光要更好一些 更宽敞一些 好,不多说 现在呢,我们就走进去来 亲自的体验一下 走进这个二号院的雀地楼呢 给我们的感觉是 比刚才要高大 宽敞了很多 再来看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台呢 非常的宽厚 大家是不是特别眼熟啊 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的 一个楼房上的一个飘窗 它呢,上面是可以睡人的 从这个门进去呢 就进入了第二进窑洞 那么由于这个窑洞是三进式的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这里的通道呢很多 非常的错综复杂 尤其是光线不太好 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呢 还真的是有一点害怕 现在呢,我就不走回头路 跟着这个通道呢 一直往前走 看看啊,能去到什么地方 那么从旁边这个通道呢 我会发现这边光线特别好啊 这里特别亮 原来呢,从这里啊 是可以通到外边的 大家来看啊 从这个窑洞上第二层呢 是一个木梯 而且这个木梯呢 上去之后 会和上面的石台阶相连 那为什么在这里不凿出石梯 而是要放置这么一个木梯呢 其实呢,是有玄机的 就是当时的士兵上来之后呢 可以直接的把这个木梯抽走 这样呢,敌军就上不来了 而且我们看啊 上到第二层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其实呀,是一个按道门 把这个案板一盖呢 也就隔绝了于第一层的通道 当我上到第二层之后呢 会发现这里有许多的门 其实呢,是门把这些窑洞呢 隔成了好几间 那么我现在呢 穿过这些门 呃,会看到前面呢 呃,会看到前面呢 有一个石梯 这个石梯呢 是通往第三层平台的 我们先不上第三层平台啊 来看一下第二层的这个平台 其实呢,呃,和一号院一样呢 它也是一个瞭望台的作用 这个平台呢,还是比较宽阔的 而且呢,通往里边的窑洞呢 不只是一个门 现在呢,我就从刚才看到的那个石梯呢 继续的往上走 啊,沿着这个石梯 它也是有一个转角的 呃,那么通过这个石梯呢 我们就来到了第三层的平台 上来之后呢 站在这里 发现视线呢 是更加的辽阔 呃,下面的一草一木呢 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当年呢 呃,士兵驻守在这里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此时此刻 站在这个地方 身后是窑洞迷宫 眼前呢 是龙山朦胧 仿佛穿越了 时空隧道 又回到了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看着这些 斑驳的古堡 不禁为这保存了 两千多年的建筑 而惊叹